小朋友们,我们拿出华文作业 好,小朋友们,我们翻开书本第十二页 好,小朋友们,我们写上今天的日期 好,来,我们看这边 加情和加粗 好,下面的题目 根据图片的提示 这一边就是图片 把加情和加粗的名称圈起来 所以我们要找出图片中的名字 好,第一个,这一个是什么? 对了,母鸡 母鸡在哪里? 哪里有母鸡? 对了,母鸡 所以我们圈起来 所以它叫你圈 所以我们母鸡圈起来 然后好了 好,来,我们看第二个 第二个什么? 鹅,不是鸭哈,这个是鹅 因为你看它嘴巴不一样 这个是鹅 所以鹅在哪里? 来,我们来一起找一找 鹅在哪里? 对了,在这里 所以我们圈一个字 是鹅 好,来,我们看接下去 这个什么? 羊对的 羊在哪里? 在这里 所以我们圈那个羊的绳子 好,来接下去 这个什么? 鸭对 鸭子的鸭 所以我们圈鸭就好了 好,来接下去 这个什么? 对了,这个是火鸡 火鸡在哪里? 火鸡 所以我们圈起来 好,来,我们接下去 这个是什么? 对了 绵羊 绵羊在哪里? 绵羊 所以我们圈起来 好,来 这个是什么? 对了 母牛 母牛在哪里? 母牛 所以我们圈起来 好,最后一个是什么? 马 对了 马在哪里? 在这里 好,来,过后我们数一下图片有几个 1,2,3,4,5,6,7,8 所以图片有8个 所以我们要几个圆圈? 8个 所以我们算1,2,3,4,5,6,7,8 所以8个圆圈就对了 小朋友们,我们来看下面的题目 好,来,我们读 猜一猜 把答案圈一圈 它叫你猜下面的那些句子 然后把答案圈一圈 这一边就是三个答案 所以我们只选一个答案而已 好,来,我们看第一个 我们看第一个句子 我猫猫叫 所以我怎样子叫? 猫猫叫 好,下面 我能产奶 所以我会生产牛奶 好,下面 我提供肉类 等一下我们会看它提供什么 肉类 好,来 我是什么 好,来,我们看第一个 我猫猫叫 什么叫猫猫叫 哪一个 动物 对了 哪一个 对了 是母牛 所以我能产奶 所以我会生产牛奶 对 我提供肉类 所以我提供什么肉类 牛肉 所以我是什么 所以我是什么动物 母牛 所以我们把它圈起来 好,全一个答案就好了 小朋友们 我们打开书本第十三页 第十三页 我们写上今天的日期 日期 好,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题目 看图配 把相应的字母 写在方格里 所以你有看到这边有字母吗 A到 E 所以你有看到图片吗 旁边有一个空白的格子 所以我们要把字母 A到E填进去里面 好,来,我们看第一个 A 母牛 蒙蒙叫 产牛奶 所以母牛在哪里 对了,这一边 所以我们写字母 A 所以我们写A 好,接下去 B 小羊找妈妈 咩咩叫 所以小羊在哪里 对了 所以我们写字母 B 好,来,我们接下去 C 母鸡下蛋 咯咯叫 所以母鸡在哪里 对了 这一边 所以我们写字母 C 好,来,我们接下去 D 公鸡早上 窝窝蹄 所以公鸡在哪里 对了 这一边 所以它是字母 D 所以我们写D 好,来,最后一个了 E 母鸭早小鱼 咯咯叫 所以母鸡在哪里 在这里 所以我们写字母 E 好,小朋友们 我们今天上到这边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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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